科索沃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上 最大城市为普里什蒂娜 据外媒报道 该地区大约有180万人 其中92%是阿尔巴尼亚族人 6%是塞尔维亚族人 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 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 科索沃地区在西方的鼓动和支持下 寻求自治和独立 与南联盟塞族中央政府爆发内战 1999年 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为期78天的轰炸 战争结束后 科索沃由联合国托管 2008年 该地区单方面宣布独立 截至目前 联合国会员国中有超过90个承认其独立地位 中国至今未承认科索沃独立 据联合国维持和平网站介绍 安理会在1999年通过第1244号决议 授权联合国秘书长 在科索沃设立国际民事存在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以便在科索沃建立一个临时行政当局 但2008年 该地区单方面宣布独立后 特派团的任务主要侧重促进当地安全 稳定和尊重人权等方面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244号决议没多久 北约科索沃和平实施部队便进入科索沃 据北约官网介绍 该部队的任务是维护当地和平环境 以及活动自由 迄今为止 大约3600名该部队士兵帮助相关目标得以实现 另外 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成立于2008年 目前科索沃打算申请加入欧盟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11日报道 科索沃地区官员比斯利姆称 计划在未来几天正式提交申请 以此向欧洲各国政府表明其对改革和向欧盟靠拢的态度是认真的 他称科索沃将2030年加入欧盟作为初步目标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称 巴尔干地区位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 数十年来围绕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对立不断加剧 西方分析人士认为 莫斯科正试图利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问题削弱欧盟和北约 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 如同在乌克兰 同样是西方看不见的手在科索沃地区挑起冲突 其拥有向科索沃当局施压所必须的手段 该地区依赖西方不断注入的资金和北约的安全支持 如果西方主要国家不对科索沃当局加以约束 那么这至少意味着两种情况 科索沃地区被西方用来迫使塞尔维亚做出更多让步 西方政治精英需要欧洲爆发另一场冲突